年底九合一大选在即有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 民进党陈时中以及五党籍的黄珊珊 形成三角度激震 一份最新的民调曝光 蒋万获得两成八的选民支持 两成六青睐陈时中 另外25%的民众则属意黄珊珊 形成拉锯战 选情超紧绷 比赛在刚刚开始的阶段 那这民调让大家做参考 虽然支持度部分宣制 但胜选呼声则有明显差异 三成二的选民看好陈时中会胜出 宣示高于蒋万安的两成六 以及黄珊珊的一成五 从政党倾向来看 蒋万获得73%蓝营选民力挺 陈时中则获得69%的绿营选民拥护 至于黄珊珊也分别瓜分 一成四的蓝营选票 以及一成八的绿营选票 对蓝绿双方选情都有冲击 以年龄层来看 蒋万安在年长选民占优势 60岁以上这是独达34% 20到39岁的年轻族群 则叫青睐黄珊珊 蒋万虽然领先 脆弱的优势 除了自己的一个选战策略 要随着整个选举的一个变化 去做快速的一个调整之外 可能他也要竞速的 跟侯友宜去组成侯奖连线 藉由大声量的一个讨论 才能把自己的一个选情 拉得更高 蒋万虽然民调为服领先 但后有追兵 而船船中看考度超车 但也过了蜜月期 至于黄珊珊 因为柯文哲的政绩好坏 恐怕都会转嫁到他身上 起保效应是否发酵 还有待观察 台北采访报道 XO酱不简单 它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酱 好 扫描这个QR扣 或者要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酱给带回家